我是巴特李仁協會的理事長 現任理事長戴秀芬 戴秀芬 因為這個懶車 北投懶車的問題呢 牽涉到很多工程的不安全問題 跟地質啦 風向啦 其實 其實應該說的是說 他的太多的問題 只有兩個字叫做危險懶車 所以如果我們的政府 讓這個危險懶車 能夠蓋的話 他真的是漠視人民的生命 生命財產安全 根本就人不當人看 那也就是說 你知道我們對於山林的保護 陽明山國家公園 還有對於一個隸屬開發的政策 幾乎是相違背 那從十幾年來 北投的懶車居民 其實反對懶車的時候 都非常理性 為什麼沒有詳細的去看看 反對為什麼是反對 如果能夠真正的做溝通 是不是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而陽明山國家公園 鄰居是全世界應該是鄰居市區 很近的一個國家公園 其實原來的路徑其實都該夠了 如果相對的其他的措施做好 或者是鼓勵人民多運動多健身 又可以省掉健保 就是台灣不需要 台北市的 就是陽明山國家公園 不需要這樣的一台 一條纜車 那如果再說的話 就是它其實埋的安裝 這裡頭讓居民很疑惑的是 你一定要強行蓋這條纜車 因為它有27億多的經費 讓我們在懷疑 到底這樣的一條纜車目的何在 是山上的湯屋嗎 山上的3.5公頃的林地 都還沒有恢復 你不要蓋湯屋了 然後你保留那個蓋幹什麼 如果假設那個已經測掉了 照理說這個纜車 這個整個沿線不應該是還 建商不會花27億8 或者接近30億左右 三倍攬車的那個 工程費的標金來標這個案子 所以這個是疑慮很多的 藏下很多的讓居民疑惑的一個事實 那我沒有辦法像今天的 那個所有的翼山女人公司所提的 應該可以解決 應該可以解決 然後包括它有很多的 根本就是做的資料 就是圖改 圖改又圖改 其實是沒有表現 一個工程公司的嚴謹跟專業 這個是居民看不到的 所以幾乎兩次的 這個就是 陽明山的季風一來 或者房企的問題 攬車其實相對的那個危險性非常高 那標這個標這樣的一個案子呢 貓空已經一個大問題了 還要標這個案子呢 其實司馬昭之心 人人皆知 那個背後有很多的商業利益的交換 是居民不喜歡看到的黑箱座 那我想八頭的人或者是北頭的居民 今天反對的聲浪會這麼多 我想這個市政府 或者是臺灣的所有的居民 都應該重視這樣的一個議題 也就是如果北頭攬車能夠 能夠因為這個理性的攬阻的話 其實那可以當作臺灣環境 環境的一個環境教育的一個指標 我們我想我們所有的人 在參與任何活動的時候 對下一代都有責任 那北頭呢 十幾年的反對 連下一代都已經 他們長大了 他們看到了政府 其實在開玩笑一樣 所以我們已經有下一代 再接續這個動作 這是反懶的工作 是我們非常高興的 能夠上一代跟下一代 臺灣的孩子沒有是草莓族 他會站起來 會關心臺灣的議題 那是我們高興認識 但是今天呢 包括贊成的一方 或者是栗三寧所提的 解決交通 或者是發展經濟 提出來的數據呢 都非常的融合 好像畫一個大筆 其實裡頭包的是毒藥 那這個東西讓我們覺得很心痛 那今天我們這個環評呢 就感覺上是這樣的結束 但是事實上我想埋下了很多 這個後續 其實臺灣的社會 只待一起來關心 一起來解決的問題 謝謝